各位娱乐无极限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JJ林俊杰 我又回来了 由于生态问题一直进行治疗的林俊杰 已经五个多月没有在媒体曝光 近日她终于又精神抖索地出现在 某品牌主办的爱国爱心涂鸦大赛发布会上 可爱的JJ第一时间向大家通报她的健康情况 大家因为可以放心 因为我经过一个月的休息之后 我的身体已经好很多 好很多的机会已经完全恢复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自己现在也是很期待能够继续地 把我们贵人也将会继续地带来新专业 给大家感受放心 我可以唱歌了 私底下一只喜欢漫画的街景 玩戏大发的现场跪倒在地 寂静在剧情区事上进行了爱心涂鸦 蛮可爱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不是一个新的形状 他现在在做的动作就是在爬一个楼梯 然后我画了他呢 在指着自己 只要用心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刚刚乎不健康的JJ向记者透露 目前他正在制作09年的新专辑 确实记者发现他的身边 竟然出现了一位酷似著名音乐人 袁维仁的工作人员 难道是为了方便制作专辑 竟然连袁老师也都贴身跟随吗 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呢 其实都有一些都还蛮像一些艺人 音乐明星点的工作人员 就是害羞了一点 小胖老师 没有没有朋友 很可爱啦 对啊对啊 私底下我们都工作得很愉快 然后都是已经有一种很好的默契 所以大家都在工作同时也很开心 互相的变好朋友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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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